话说兄弟们啊 真的莫名其妙我怎么会羊了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哥 又又又好久没更新视频了 从我说话当中能听出我的声音啊 这两天有点不舒服 感冒了 今天是感冒第五天了吧 应该是 然后症状 各种症状都好很多 好多人就说 你是不是羊了呀 说要不要去撤一个那个抗原啊 其实我们家抗原是有的 这个抗原还是上海三四月份 疫情的时候发的 我们就拿这款撤吧 然后我在两天刷视频 也一直听别人说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前三天很难撤出来 所以说我今天第五天了嘛 所以说如果是真的羊的话 应该也能撤得出来的 这狗是撤撤的呢 我要先研究一下 都没用过 准备好一套东西 现在开始 那这个打开 说实话还是最好不要有啊 真的有这个的话还是挺麻烦的 我觉得挺麻烦的 感冒毕竟你那个羊啊 还是要轻很多 就我目前状况来看的话 就网上面所说的新冠那个状况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还是感冒 开始准备捅鼻子了 这个最丑的一面就不给你们看了 哈哈哈哈 一会直接看结果 是罗子是马 拉着溜溜就知道了 没有了啊 一起等待结果 不会吧 有还是没有啊 我去兄弟们 好像是羊了 但是印子很浅 你们看呀 就是颜色特别淡 我估计应该就是 应该说快好的症状 或者说 已经差不多好了 但是还能撤出一点 话说兄弟嘛 真的莫名其妙 我怎么会羊了呢 我原以为这里只是个感冒呢 但是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羊了就羊了 但是 应该快好了 而且我自身感觉 应该也差不多了 今天第五天了嘛 然后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我如果说真的是羊的话 但我感觉一点不像他们所说的那种症状 我的第一天就是头有点痛 而且是下午第一天的时候 下午大概五六点的时候 头上去有一点发热 估计不会很高 就三十八左右 然后第二天 也差不多 用第一天的温度 然后当然我都吃药了 吃了那个脸化熊 其他的药我都没吃了 然后第三天开始 我都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然后昨天就是偶尔也会有一点点疼 就是间歇性的 基本上就不成了 包括今天 今天就是午后 所以会有一点疼 因为 因为从第三天开始 我吃药就没有那么暗时 就是 那个 早晚吃的 中午就停了 因为梁花它是 一天要吃三顿 所以说 我看 我感觉因为好了 快好了嘛 我就没有那么按时吃 可能这也有点原因反复了 包括今天 我还就吃了两顿 中午又没吃 其他的症状呢 就是 发 出汗挺厉害的 出汗的时候特别多 衣服 就一直 我这羽绒服里面都会 湿答答的 比如说其他的症状 咳嗽也还好 基本上不怎么咳 然后就有点敌剃 所以这两天也好 刚开始一两 前一两天 有点流鼻涕 现在还好 然后就是鼻塞嘛 稍稍稍稍有一点鼻塞 其他的 就是身上 酸疼这个 好像是 那个新冠症状来想的 但是感冒的时候 也会有酸疼的 对吧 我一直以为就是因为 风寒性感冒 不含性感冒 不知道 不知道还真是这个玩意 不过怎么说呢 应该来说的话 应该 应该快好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也就做个参考吧 至少我的症状 跟其他人说的那种 小洋人的症状 那完全 不是一个等级的 我觉得我的症状是很轻很轻的那种 然后也没有什么 老牙叫的嗓音啊 没有 除了第一天 我喉咙特别干 吃下的都挺好的 OK 嗯 行吧 然后再次也希望大家能 多注意 保护好自己 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一定要记得 保持一定的距离吧 然后真的感冒了 或者说痒了 一定要按时吃药 尽量吃药 不能像我一样感觉快好了 然后药又挺了 这样 就 又 到这里多照这两天 好了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 有羊的早日康复 没羊的继续保持 拜拜